前面110篇 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 甘心牺牲自己 你民多于清晨的甘露 在这几天我们讲到关于预备 在昨天我们讲到就关于 在我自己在过去年幼的时候 有两次的经历 让我明白预备的重要性 第一次可以说是救命 如果那次我不作出预备的话 这些比我想象中更可怕十倍的行程 会成为我葬身之处 而今天我就不能够成为你们的牧师 而成为一个英年早世的年轻人 而第二次就是 如果我不能够作出一个好的预备的话 在第二次的旅程里面 我根本不可能享受整个行程 到二十几年 差不多二十八年之后的今天 当我想起这两件事 都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 一个非常深的经历 第一个可以说是我锻炼 我自己的意志力 心力 和我自己的策略 和对预备这个特性的认识的一个经历 第二次就是我人生当中可以说是 自己个人能够旅行当中 一个很好的旅程 但是接着我想在今次跟大家讲 另一个预备的经历 在我人生信主之后 根本不可以用风平浪静去形容 因为我信主之后可以说 那种的波折 那种的冲击多度 是难以想象的 差不多每一年都有一件新事物 我想想到很深刻的 无论是我自己或者身边的人 就是关于另一次的预备 就是相仰水事件 相仰水事件 是我自己当年 现在数回足足十三年前 当我研究一些信息的时候 我发现世界上竟然有阴谋论这件事 并且这个不是阴谋论 是实际上真的是阴谋 我发现原来医管局或者医学界 他们原来是隐瞒了一些东西 医生甚至西医 有些东西是他们不知道 而当我研究关于自然尿法 相仰水 很多这些资讯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很多的疾病 根本是人为的 原来我们根本不需要病 但是你病却是某个人的生意 你继续病是某个人的饭碗 你病得重 会成为某个人的腹竹的话 那你就要病了 起码对那个人来说是认为这样 而我当时去看的时候 令我很震惊 就是原来健康是这么容易的 而说真的 无论我和我身边的人 在当时来说 可以说真的病得一塌糊涂 而我事实上去看这套讯息的时候 我发现 但是原来说这套讯息的时候 这个因为是大阴谋 传媒 医学界一定不肯过来 直成会有杀生之禍 所以当时我用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去做了一个很全面的预备 那个预备就直成是像我第一次还跨加亚大 在风大雨大 兼备就是落着暴风雪的时候的情景一样 我以为我做的预备已经很足够 我用半年的时间 作出了一切的预备 我研究这个讯息 我肯定我看这套讯息的时候 我看的医学的书籍一定足够 我知道我自己说的方向和内容 一定是来自足够的证据 我才知道原来我当时看关于医学的书 是多于一个医学学位要看的书 我做出了很足够的预备 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试过用半年的时候 亲自去用商用水 而实际上我很多十几十年的患疾就好了 不单只是我 连我身边的人 在这件事件 甚至很多电影师妹都知道 我后来用了一个研究 就是在1600人当中 用过商用水的一个研究 就是我们教会当中很多电影师妹用过 于是我们派这些表格 让我们填他们自己的经历 而发现绝大部分的人 都医好很多西医没有办法医好的病 由哮喘至到敏感 至到各类不同的慢性病 风湿、白内障 各方面他们都发现有改善 我们将它变成一个文献 我所说的就是在当时这半年里面 我们作出很全面的预备 很全面的去研究 而我觉得这个预备是足够的了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很出名的商用水讯息 就说了十篇 说到最后一篇的时候 我甚至跟大家分享 就是当要说这篇讯息的时候 其实所有说这些讯息的人 说到关于自然疗 各样能够治疗病的这些讯息 都会带来非常大的迫白 甚至有些人丧命 结果在五天之内 震惊香港的商用水事件就出现了 我突然间由一个普通的牧师 变成一个神棍 我突然间由一个本来 直直无民的一个牧师 就变成一个年赚二千万 掠水二千万的牧师 但是我从来在当时 我甚至自己都不会储钱 我自己本身有的钱 我尽量都奉献给家会 但总之就是你会想象到的东西 都全部都作出来的了 就是你能够想象一个人 他的户口大约只有1000元 他竟然可以被作到连入2000万 会连约水2000万 但这个始终就是香港传媒的历作 当然 我突然间变成邪教教主 因为商用水是毒药 会毒死人 会有各样的问题 报章更加去买一些 就这样生饮35%的商用水的人 怎样去生病 但是当时我从头到尾 讲的内容他们全部都不听 他只是将这一样去炒作 里面我所说的内容 根本就已经将他们所说的所有问题 解答 但他们没有过听 他只是按着他们上头上司 所给的order 一定要毁灭我们这间教会 原来我所说的就是 我所作的预备 我已经打算够了 但是面对这个冲击的时候 那种恐怖 比我想象更加大十倍 真的大十倍以上 但到今天 我都很感谢神 起码当时我都尽我所能 去作出一个预备 在今天我们教会 我仍然压纳不到 在那么多年当中 当年仍然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他就知道当时我没有说到大话 我不是一个真正 所谓他们所说的脱水的牧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其中一个救了我当年这个侍奉的 就是我真的按着感动 去作出足够的预备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 做一个牧者 或者甚至我们的教会 可以让传媒 说大话到这样的阶段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得罪的人物是这么庞大的去做 但感谢主 我当时按着感动所作的预备 却使到我们的教会 去说一个这么挑战性的讯息 去挑战这个时代 其中一个最大的阴谋的讯息 都使我们仍然生存 仍然可以发光 虽然到今时今日 在很多人去给传媒洗脑的人 仍然都是喜欢称呼我做邪教教主 但在我来说都无所谓 因为我也好 或者我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好 知道我们起码为这个世代做了一件事 或者转问回有生之年 他终于知道就是说 曾经有人 去为他将事实说出来 而如果他愿意的话 其实他都可以选择健康 就像我当年所作的决定一样 即使现在已经13年了 我亲眼看见我身边的人 因为这个讯息 他们对治疗法有全面的认识 我现在又成为一个自然疗法的康健医师了 都现在我仍然很感恩当年我说出这篇信息 使我从那天起得回我应该有的健康 诗篇110篇 老经身途自虚 根据耶稣 心振奉 我心振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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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